你听过太监真正的声音吗 这是清末太监孙耀廷生前的第一次采访 我叫孙耀廷 今年81岁了 81岁高龄的他声音浑厚 根本不像我们在影视剧中听到的娘娘腔 第一次面对镜头显得非常的从容 他也很高兴把自己在皇宫里见过的事情分享给大家 随后在被问到为什么进宫的时候 他这样回答道 周围的邻村里头啊 竟当太监 我就动了这个心了 我就有例子说吧 什么小德章呢 当了太监了 全都发了财了 我就有这个心了 下定决心吧 一次可以当太监 孙耀廷口中的小德章 就是清朝末代大名鼎鼎的太监总管张兰德 在宫里深得慈禧太后喜欢 并赐公号小德章 他刚好也和孙耀廷是同乡 据说在他衣锦还乡退休后 七天